目前全台共继有11处乐林学习示范中心 其中一处就在苗栗县 行政院长陈建仁协同教育部长盘文忠 苗栗县长钟东景前往视察 走进长辈们的学习空间 学员乐活编令草、打太极、音乐演奏等 乐林团队的用心大获肯定 行政院长陈建仁教育部长盘文忠 苗栗县长钟东景视察苗栗县乐林示范中心 走进教室和长辈互动感受影法学习乐趣 政府对乐林学习的支持 从105年的1亿7千万到113年 已经达到3亿4千万就大佛了 然后参加了仁次就刚才讲的250万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继续来推动 也要恭喜县长有这么好的示范中心 我相信你们的所有的这一些幸福学院 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那院里也有很多退休的长辈 那跟我们执行长一起活动 已经有900多位在这个场域里面 这个过这个退休的生活 在这里很感谢我们这个执行长 这个从103年开办到现在 每年都有700多场次的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里面包括生命绘本 这个美学研礼啊 还有我们的银法族的活动体操 也来烘焙工程啊 还有当然令草很重要啊 乐林学习示范中心全台共11所 行政院长陈建仁视察深入课堂 包含像是院里知名的令草编织 传承文化也引领地方创生机会 另外还有音乐演出 张辈们大方又自信 今年起中央则定苗栗县 乐林示范中心为乐林数位学习示范体验场域 将带来更多的创新模式 我们也期待透过数位乐林 能够搞引导引更多的我们的长辈 他透过能够享受我们科技的红利 我想对于学习啊 他就更全面化 如果我们变了的过程当中 能够在家里然后来这边乐林学习中心 我想这样子的慢慢的快乐的老化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我们慢慢都会遇到 当然苗栗县人口高龄化的问题是 好像又比像新竹新竹县比新竹市又严重一些 那但是我们一定要为老人家做好准备 尤其要帮那个没有做好 要退休准备的老人家 我们也更需要准备 课程设计多元丰富 长辈们学习的面向更广 乐林示范中心将发挥领头羊的角色 带领县内学习据点持续的扩充能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